而為了要振興國內經濟 現在這個觀光局秋訂說國旅補助 從七月十五號就要正式來上路 其中自由行為旅客 平日住宿最高可以補助到一千三百塊錢 和團體旅遊十五人以上的話 而且是兩天一夜 符合加碼條件的話 最高能補助到三萬塊錢 但是要告訴您的這些補助 不是無上限 恐怕還要先搶先贏 放聲尖叫體驗刺激的遊樂設施 以往暑假絕對消不了這些畫面 不過疫情衝擊兩年多 人潮奚落 觀光局中雲敲定國旅補助 七月十五號正式上路 不會說因為那個一千三 或怎麼樣去就去旅遊 是會吸引 可是問題是最近疫情期間 所以不太會出門 也不太會想說要去旅行的部分 民眾各有考量 看看這一次的補助 限定自由行旅客週日到週四 平日入住一般旅館 基本盤八百元補助 入住有環保標章 自行車友善認證等旅宿 或是打滿三劑疫苗 投訴一般旅館 才能獲得一千三百元 雙重門檻之外 還得手刀快 先搶先贏 這一次的一個補助 並不是無上限的一個經費 而且有這樣的出團旅遊的一個補助 當然大家會搶訂房 至於團體旅遊 這回也祭出補貼 特色旅遊增加到35團 但同樣規定 每團得要15人以上 而且兩天一夜以上 才能獲得兩萬元津貼 算下來高達七項加碼條件 才能達到補助 天花板三萬 旅行社暖身 遊樂園也祭出優惠 一大世界名字符合特定字條件 55元就能玩 小人國出生日期 有五或六百元唱完 建湖山世界玩同一招 日前命中 門票只要299 補助上路前 優惠先殺一波 希望能帶動國旅潮 記者黃志杰 上下語言採訪報導